Hello大家好 我是楚儿 现在进入一下快问快答环节 看一下第一个问题问我说 楚儿为什么我不谈恋爱 还愿意看你的视频 嗯这个就跟我们从来不犯罪 但是爱看柯南这个道理 先日是一直都一 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问我说 楚儿我男朋友是个小买狗 那天天可可怜人了 我不耐烦就撒娇让我让着他 我其实也挺不耐烦的 哈哈哈哈他帮我想惯了 哈哈哈哈 来来来 下次直接开始秀 Hello大家好 我是楚儿 这讲是让我最真实的恋爱干活 让你少走感情外路 转眼呀 夏天已经结束 各位大兄弟都找到女朋友了吗 没有找到哪个用 看来你还是要用心去学呀 昨天上午啊 一个刚报名的大兄弟找到我说 楚儿虽然我知道不应该讨好女生 但似乎我在骨子里正经人 从小我妈只喜欢我哥不喜欢我 我和异性相处用自信 女朋友稍微对我好一点 我就忍不住想要掏心掏肺 在爱情里变得很卑微 我该怎么改变自己呢 大兄弟你说 女朋友稍微对你好一点 就忍不住想要掏心掏肺 我设想了一个场景就是这样的 你对女朋友说 我这脖子有点酸 她说你脖子怎么样啊 去不想我帮你揉一揉 然后她就开始帮你揉 帮你按摩 你就会觉得 哎这个女生怎么样 或者你说 我现在很累 你给我做个饭吧 或者她没告诉你 偷偷你准备这个生日礼物 给你庆祝生日 你什么感觉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女生对你非常好啊 忍不住对她掏心掏肺 那我就很喜欢你 但其实啊 女生这些行为 只是一个正常的 恋爱关系里的一个正常的行为 但是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如果女生肯问你 揉过肩 送个晚饭 庆祝个生日 做到其中哪怕一点 你就觉得 这个女生已经很爱你了是吧 然后你就开始掏心掏肺 甚至感恩戴德 就像是亏欠了女生什么东西一样 拼命的要把这份恩情还给你上 显然对于亲密关系来说 这样是有可能给对方带来压力的 那么这种心理是怎么来的 第一 是因为缺爱 缺爱导致你的需求感非常强 你的人生家庭很不幸 如果如同你说的那样 你妈只喜欢你 哥哥不喜欢你 明明不是你要来到那个世界的 是你妈决定自己把你生起来的 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对你不满意 导致了你严重缺爱 你走咋呀 走你咋的 那这个是你的宿命 但绝对不是你的错误 你妈爱外依 这个事情不是你的选择 也不是你能转变的 你不能说 我妈只要我哥不爱我 那我换个妈了 换不了 所以啊 你的这个成长环境让你很缺爱 导致说到现在有一个女的 对你稍微好一点 给你容金做饭 你就觉得感恩戴德了 完全缴械了 你发现了没 你的这个运势很低 因为你从来没有得到过你妈的爱 所以但还是比你妈太强点了 你就觉得 这是你这辈子 你见过对你最好的女生了 但其实 会不会有下一个女生对你更好呢 会 一定会的 如果要由你妈作为一个标准的话 那么你 人生都遇到的大部分女生 都会在你的这个标准之上的 只是你现在不知道 第二 你并不喜欢这个女生 你对这个女生掏心掏肺 是因为她满足了你童年缺失的母爱 你现在的状态 其实不是在要女朋友 而是在找你童年失去的 从来也有经历过的 那次妈妈对你如同见的爱 你是希望从女朋友身上 得到这样的武器 所以 其实你找的并不是一个 合理平等的女朋友 别说你现在好像挺男人的 但我猜想 当你真正进入一段感情 你就会变得像一个孩子一样 如果你现在想改变 你在爱情里的微微 你首先能意识到 女生为你做一些事情 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而不是说这个女生做一些事情 你只会感恩戴着 其次呢 你要去找合适的 类型的女生 对于你现在的状态来说 你不要一开始的时候 伪装自己多男人 后期再露出自己去爱的马脚 你要一开始就澄清出 自己内心里的小孩 在这个女生一起 适度的去撒娇 去努力去闹 然后这个女生依然还没有离开 还是愿意接受你的话 说明这个就是适合你的女生 你能够理解吗 可能你的外表很男人 内心却是很孩子气的 但如果你表现得很男人 被你吸引来的就都是小女生 是女儿型的女生 结果一谈恋爱 他们发现 你自己要做一个小儿子 那肯定 再往一两个月女生就走了 离开你了 所以你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 自己小孩子的理念 当这个女生能够包容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自己也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了 也就开始变得自信了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 让她到追里 或者有不恋爱追女生 像今晚会方便的其他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